在古代宫中除了皇上与妃子外 最多的就是宫女与太监 我们都知道皇帝身边围绕着许多太监 可是在妃子被宠幸时 旁边为什么都要站个太监 这难道不会感到尴尬吗 大家好 我是新说史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虽说让谁示寝的决定权在皇帝手中 但作为每天提醒皇帝翻牌子的管事太监 实际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皇帝的决策 比如很多时候皇帝都会在几个妃子面前犹豫不决 或者因为公务较忙而没有时间选择 这个时候太监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影响到皇帝的决策 所以后宫妃皮们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机会示寝 他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贿赂 讨好皇帝身边的太监 以便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 与皇帝亲密接触 毕竟一个女子入宫做了妃嫔之后 他们最大的依靠便是皇帝 而要巩固自己的地位 还得靠子私傍身 虽说皇帝为了平衡后宫的关系 每个妃嫔都有事情的机会 但谁也不能保证一次事情就能怀上龙胎 即便怀上了 也不能保证就是个皇子 所以 妃嫔们都会想方设法的 尽可能地多争取事情的机会 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获得子私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断增进与皇帝的感情 虽然 我们看后工具中 经常会出现妃嫔与皇帝嬉笑撒娇的情节 但实际上 在制度森严 注重礼法的封建王朝 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 后宫的妃嫔们跟天下之主的皇帝接触 自然更得要严格遵守宫廷的礼仪 不得有半点愉悦 即便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本人 也必须要遵守皇宫里的规矩 不能不按规矩随意宠幸嫔妃 这些规矩虽然看似不通人性 但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之下 却也都是规范皇帝言行的必要手段 毕竟权力越大的人物 越需要带头遵守道德礼仪 以为万民表率 尤其到了清代之后 皇帝后宫的规矩就更加的繁琐而言格了 所以 我们才会经常在《清宫》剧中看到 那一连串的事情程序 而且 妃嫔事情不光是程序繁琐 而且还有严格的时间和次数限制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皇帝过于劳累而伤了龙体 另一方面也是为防止皇帝对某个妃嫔过分宠爱 而耽误了朝账 根据著名清史学家严崇年讲述的揭秘清朝妃嫔如何事情 和故宫博物院清史研究员陈丽华讲述的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 可以大致推出清代妃嫔事情的流程由以下步骤组成 第一步 妃嫔洗澡 等待召唤 到下午的时候 妃子们要先洗好澡 然后到养心殿后殿旁边一个叫做燕洗澡的地方集合 等待皇帝的召唤 第二步 翻牌子 确定人选 近时房太监将当天已经来到燕洗澡 且没有来月经的妃子的牌子 呈给皇上 牌子上面写着妃子的名号 这些牌子是木制的 顶上是绿色的 所以也叫绿头牌或绿头签 皇上考虑清楚后 决定选哪个妃子 就翻他的牌子 第三步 太监叫伞 皇上选好妃子后 太监就会再到燕洗澡通知被选中的妃子 告诉他万岁也选了您 同时 太监也会通知没被选中的妃嫔 让他们回去 这就是叫伞 第四步 吃饭 事情 被选中的妃子要陪皇上一起吃饭 吃完饭之后就要做羞羞的事 同完房之后 妃子就要移步到旁边的厢房休息 不能跟皇帝一起过夜 也有人说 同完房后妃子要回宫里自己房间过夜 但此时极有可能宫门已关 妃子可能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可以回宫 皇后因为地位特殊 是不参与烟洗澡翻牌的 如果皇上想要临幸皇后 可以直接去提顺堂 那里是皇后的临时居所 在室寝的过程中 静食房的太监会在窗边等待 而且还快计时 时间到了 太监就会喊 到时候了 听到喊话 皇上就要尽快结束战斗 如果皇上此时正在心头上 也会不搭理太监的喊话 但太监依然会再次计算时间 到了时间会再喊 到时候了 太监喊到第三次的时候 皇上就必须让太监进去 把妃子带走 这就是皇上不及太监急 这真是一种反人性的设计 一点也不留皇上和妃子交流的时间 而且这么严格的时间限制 难免会扫兴 难道不会影响受孕率吗 妃嫔被送出来 还没有完事 太监们还得对具体的时间 细节进行记录 特别是到了清代之后 嫔妃能否怀孕生子 也需要由皇帝决定 所以 管事的太监 还得问皇帝 允不允许侍寝的妃子怀孕 如果皇帝说可以 那便直接送走 等着他们怀孕便可以了 如果说不可以 太监们就还得对妃嫔们 进行人工避孕 而且贫妃是秦 也只能前往皇帝请殿 且不可过夜 这就是皇帝只能在皇后请宫过夜 不能留宿妃嫔请宫的缘由 满清由于是外来统治者 刚刚入官时 反清复明的声音也很大 所以为了皇帝的安全 他们招搬了明朝这一事情制度 除了安全因素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皇上沉迷女色 荒废政务 毕竟后宫家里众多 而作为后宫中唯一的男人 一旦皇上缺乏点定力 难免会流连六宫 耽误国家大事 而禁止皇帝在妃嫔那里过夜 加上对事情时间的限制 皇帝和嫔妃待在一块 基本就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已了 根本没有功夫谈请说爱 更不用说沉迷其中了 其实静世房的这种制度 早在明朝就已经存在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 认为这种制度 可以有效地管理皇家血统 所以就承袭了这种制度 到雍正时期 为了能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就规定了每次临性嫔妃的时间 以此来达到接狱的效果 而这种制度也就一直流传到清末 然而这种制度 却让后面的很多皇帝都颇为不满 因为每次临性都要催促不说 还有一帮太监在外面守候 好像自己被为官一样 这种感觉着实让人无法忍受 但是组织不可违背 因此后面的几位皇帝 把行宫定在了圆明园 也就此避开了静世房的管束 年轻时的咸丰皇帝 甚至直接住在了圆明园 等级森严 理法众多的封建王朝 即便是事情这样 在普通百姓人家看来 在寻常不过的事情 也需要遵守严格的规矩 就算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后妃 也必须按照规矩办事 即便他们心里再不情不愿 也得接受奴才们的全程监督 这已经不是尴尬不尴尬的问题了 而是当时的制度就是如此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接着讲 感谢您的收看